好 歡迎回來 那這樣子 檢查了一輪 第七 瑞士志已經完全結束了 對 就是這八個人 Tiler也是壓第七晉級 真的 有點 刺激啊 然後 剛剛 軍手獲勝 所以他把 這個集到第五名 原本 第五是羅傑嘛 羅傑現在掉到第八 所以他要面對的是 洞主播 洞主播 兩大 兩大主播的對決 欸 終於可以在 好像在哪裡 有看過 有在哪裡看過是不是 什麼平台上面 沒有啦 這邊是看一下 剛剛的這個replay 對 這個是心靈恆打 CocoSasa 是 那我們的 欸 心靈恆有進吧 心靈恆第十 第十喔 嗯 CocoSasa 第二 所以CocoSasa 欸 選擇剛剛CocoSasa是贏的是不是 對 CocoSasa是贏的 哇 這邊2比0 然後CocoSasa是贏的 對 CocoSasa是贏的 其實有點可惜 喔 那這邊是 唉唷 這兩個椅子互打喔 唉唷 場面一場火爆喔 沒事沒事 所以他是 這邊 心靈恆是賊被關 嗯 對 其實應該 喔 他的手牌真的很差 有洋蔥這個畫面 三 三 被 激素賊 然後上 那個 然後上 上一個 交友 手上兩張哈哈 有洋蔥 但其實對方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其實 欸 講 講實在話 剛剛就講個梗 因為 其實交友在內戰很強 交友在內戰很強 對 但是為什麼牌面是空的 怎麼會這樣 然後為什麼 我是 對啊 我是螢火啊 啊 你是岩屬啊 你螢火就是 我 我的螢火你到時候砍掉啊 我砍不死你的岩屬 其實在岩屬出來 我們會說 一費最強的是那個 小鬼跟藍胖 嗯 對 可是後來 岩屬直接變中力了 對 人人都要有個藍胖 可是藍胖有嘲諷 這邊直接 尷尬 刀子越來越大一把 這個刀不 BUFF之後 重點不是在攻擊 重點是那個耐久度 又再加硬 直接又再砍兩次 直接換一個怪喔 然後又站一個場 現在你不管下什麼 都是在他的刀子範圍 但他 應該可以選擇鋪怪 他比較不會想要 這個武功 踢在這裡 對 然後這邊信仁 其實打到這邊 後面應該是想說 希望他的麥拉 早點進來 支援斷 因為他 尤其在看到對方這個檯面之後 對方的支援交完 但是檯面還在他手上 而我的支援交完 什麼都沒了 踢頭 武功 往臉上去 其實還是有先手的優勢在啦 在這種快攻內戰的 來講話 你看他硬幣到現在 他 交不出去 最痛苦的就是 他有硬幣 可是他沒有一個回合是用到 硬幣可以反場的 最頭痛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 解怪嗎 好像要解 因為 自己剩12滴血 要解就是 希望說把 除了把檯面搶回來以外 他也要減少一點傷害 如果這樣衝的話 他就只能賭 賭你沒有別的 然後就 被帶走了 說個笑話 賊擠不出 傷害 先手優勢 然後 後手卡手 這個真的很頭疼 前面沒有辦法跟你對等的 其實本來就 你後手 你就很難對等的 跟他 1234了 對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後手有 有鼹鼠 那還勉強 對 還勉強可以接手 用膠油扛住 那個鼹鼠還會站著 對 再往下去鋪墊 其實後手還能打 可能還能打 可能 我覺得他剛剛那個 後手情況 他真的是把 全部的希望都堵在那個 膠油要有辦法做到 OK的交換了 對 但是沒有辦法 後面還進一個綠皮 就 這沒辦法打 對方也是很清楚知道 我只要這個膠油過去了 我場面就繼續維持住 所以他就直接 哈哈 刀子荼毒 就要衝過去 而且刀子那個 其實荼毒在 這個內戰來講 也是蠻重要的 也很重要 對 就剛好你前面強的生物 除了膠油之外的 我全部都剁掉 都被砍掉 對 所以這個 很 很心寒 那他會不會繼續把它撥完 就是這個賊 怎麼被穿三嗎 對 這個賊是被強 哇 第二 這組 內戰完之後碰到的是烈士對局 對 那我們說這個烈士 就除了 他的刀子以外 火戰一次也是 會對賊 會有一定的影響 我剛才其實也想用岩鼠去撞 然後刀子去砍頭 不要貪這個一點傷害 可是他沒有 他可以 他可以貪右手吧 他可以貪右手暴走 但我還是會砍 就是我還是會砍 你覺得 就是這個 這我完全沒有 上第四角看到軟泥過來 我都還是會去砍這件事情 你是想說要防軟泥嗎 沒有 就是 你要這樣講也是 你要這樣講也是 就是或者是 讓岩鼠不要受傷 我剛才的事物就兩個就是 岩鼠不要受傷 不要變成涼蟹 你說希望可以去躲他的奉獻 對 然後我刀子去砍 那既然 後來他說 那岩鼠去撞也不錯 我多一點傷害打在對方頭上也好 對 可是他沒有砍 就 被吃掉這真的很虧 因為這種 會放滿軟泥怪的職業 我講真的 我不敢裝得到不動 我真的不敢不動 希望偶數是這種 我也都不敢不動 就貪一個吧 嗯 我們就看他結束會不會 就是 涼血 涼血 殘血 這樣子 涼血伏筆 差一滴 涼血伏筆 對 現在這個 冷血然後要 靠 其實 有時候在看選手打的時候 就 你看他就是 慢慢的只剩賊 然後他有點急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猜說他是不是有點心態 失誤 失誤率就會開始上升 對 來 如果你是真銀劍 那這個軟泥怪就很厲害 那這把 我講真的 就很難 這把 你敢猜嗎 你猜 你還是要猜 對 當然 當然要猜 看是不是buff在那個會補血的人身上 還好 還好不是 那個鋼骨 丟出來 然後你還沒辦法直接暗殺化連擊掉 他是加4嗎 4二 就是那個武器的數值 直接灌上去 所以是 直接補死 如果你撞到的話 對 他是加倍的嘛 對 沒錯 對 那這邊就是我說的 在打這種對決的時候 他 只要有火山一絲 就可以直接 不管你裁面再怎麼強 對然後 現在也沒有磕磕笑了 所以他不會有留下什麼聖盾之類的東西 對 這邊已經 斷了 他這位 什麼斷了 節奏 節奏斷了 節奏斷了 手上3個5 每一個能打 對 彼此連擊對死了 尷尬 哇 讓這個鋼骨 受不了 那等一下應該1加6 這鋼骨開始 狂回猛回 然後薩克斯風都吹起來了 不用啦 這做兩個動作也要吹薩克斯風太過分了吧 然後一個7-9 有種那種反打的感覺 所以基礎賊不愧是疊屍體大死 但是今天這樣看完會不會 基礎賊今天打完 我有一種 他要變成 勝率掉到5層以下的感覺了 是有可能 不過 不知道就是看下面他們帶人打的怎麼樣 但到目前為止看起來都蠻慘的 就是基礎賊 就我自己在打 我也不覺得這個版本基礎賊強了 可是卻還是賊裡面最強的 那也是快攻裡面 稍微強一點 因為這個版本是不是快攻 真的 沒以前那麼兇了 快攻沒那麼兇 而且 我們那時候在想說 能不能湊出四套快攻 沒有 湊不出來 有啊 小潮湊出來啊 你說秘密生 你為什麼要笑 你在笑什麼意思 沒有 秘密生 我是很少 我沒有玩過 我還沒有玩過 所以你也不敢 評論什麼 我不敢評論說他是不是快攻 嗯 對對對 跳了 抽完 能動的東西不多 對 然後 其實我覺得他到這邊 就有點 有點炸炸的感覺 嗯 對 我在查的時候 口炸的剩哪一套 剛剛是 盛騎過了 然後 賊獵戰過了 然後他應該是 ban掉 獵人吧 他應該是ban掉獵人 所以剩下 慕斯 牧師他帶的是大大木 然後帶的是 你說誰的牧師 康康沙沙 康康沙沙的牧師是 呃對 大大木 對大大木 大大木被ban掉 被ban掉 大大木被ban掉 所以就剩 剩獵人 剩獵人 剩 剩一個 混合獵 對 大大比較像是混合獵 好 他竟然沒有去吃這個大大木 廣告後來我們再討論 好 廣告後來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會分享 Some decks have very specific win conditions, like Togwaggle Druid, but most archetypes have a general win condition. Control decks seek to win via fatigue, by using their resources to efficiently deal with their opponents' threats. Aggro decks seek to win by creating damage races, where their more efficiently costed minions can overwhelm the opponent. And midrange decks win by encouraging repetitive one-for-one trades, allowing their inherently sticky minions and card advantage spells to outpressure the opponent. Recognizing both your opponent's win condition and your own is crucial to dominating the late game. So always try to steer matches towards game states where your deck is strongest. And our second late game pro tip is AVT, always value trading. Value trading means killing an opposing minion with an attack that leaves your minion still alive. This produces card advantage, since your opponent has lost a card on the board, but you haven't. And card advantage is crucial to winning the late game. Why? Because in long Hearthstone games, both players will have used most of their cards. And when you're out of spells and minions, you're out of ways to win. So pick up value trades wherever possible. They help almost every win condition. Whether that's by preserving cards on the board to end the game before fatigue against control decks, or by leaving more minions on board to go face for aggro decks. The pros know that navigating the late game is key to winning both on the ladder and in the Hearthstone Championship Tour. So use these late game pro tips and level up your game in preparation for Hearthstone Esports 2019 program. Thanks for watching everyone. 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 brought to you by the coaches at Gamer Sensei, please visit playheartstone.com slash esports for more of the well played series and all things Hearthstone Esports. Well played. Well played. Well played. Like you said, you will be able to win a win. It's a big game pro. You're back at the game pro. You're back at Gamer Sensei. You're back at Gamer Sensei. Thanks for watching. You're back at Gamer Sensei. 刺激的八強 我們就看我們的阿傑 能不能一輪一輪過 那這邊應該是在準備 八強的牌陣還有一些字卡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再繼續把這一個 vote把它撥完 好殘忍我們要看他 看他的賊過不去 真的啊 這口沙塔前面有兩個岩屬 怎麼兩個岩屬啊 雖然口沙這邊是後手 但是這個岩屬再加上手上的土狼 其實 對 其實跟他還是 我跟他還是蠻認識的啊 但是真的很可惜 然後另外一個可惜的點 我想講一下剛剛賽程的 阿傑的剛剛不是第八嗎 然後第九是我們的Curry 其實也是有點可惜 就差某一點點就我們兩個熟悉的人進去了 Curry第九吸靈痕第十 金針太極力了 對 其實到後面的話就會有點 就是瑞士智的小分的問題 對 不僅你要對到可能比以前面的人 你前面的人 你曾經對過的人 也要多一 對 對 哇 走完兩隻岩屬的路 好 我養一隻土狼 你要不要來 對 走完兩隻岩屬還可以回去走 發出死耶 這樣過分耶 太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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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看到聊天室的一句話 真的講得很好 這樣打JJ喔 對 你這樣打 混合列 最痛苦 我們昨天有提到就是 都不來嗎 就是 兩邊都走不好 你兩邊都走得不錯 那我看不了 他是兩邊混合走 混合一起走你知道嗎 他是一起走 對 他越來越近你知道嗎 一起走都太過分了 一起走真的 真的 沒有人受得了耶 因為這個轉播哪一場VOD也不是我們決定的 就 別再鞭他了 他只是個孩子 其實到這邊 其實賊看起來都還OK 對 目前看起來都還OK 對 也要看到後面進了什麼 一定有什麼排在這個關鍵的回合出來 有了我聽到了 那就是 那個三貓 我聞到三貓的聲音 三貓的聲音 三貓的聲音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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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說什麼 那個 心靈痕請找那個阿嬤的靈 這VOD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這VOD耶 可是你看 這個回合很關鍵嘛 因為 你剛剛講這一回合如果 賊扛住就有機會贏 那這一回合要怎麼不扛住 三貓的聲音狼出來就結束 你剛剛直接說 那個我聽到後腳的聲音 三貓跟什麼 跟靈狼 全部都一起上來 這個不能怪我嘛 這是VOD耶 沒事沒事 到這裡 到這裡又有點扛住了 又有點扛住了 又有點扛住了 只是在演話什麼我就不說了 演話什麼我就不講 其實在這個主播還壓力蠻大的 連VOD的鍋都要扛耶 連VOD的鍋都要扛耶 對啊 你又可以了 真的阿 他這樣子 他跟得好緊喔 你知道嗎 這場是不是你看過 我完全沒看過 好好 但獵人 說個笑話 獵人還要看喔 就像昨天放的那個教學 裡面獵人還要教嗎 局勢永遠感覺起來 都在賊這邊 然後頭為什麼 越來越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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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又放一個土狼了 沒事沒事 刀子先去碰 他會不會直接被 一波暴死啊 你都被 被天氣暗死 有點怕 好 眼鏡神 眼鏡神又要吃我一隻三五 受不了了 你知道嗎 眼鏡神你不解是不是 那 你有沒有看過 再一隻 再一隻 他這個配置也是蠻酷的 我剛好看了一下他的配置 他的獵人帶的是兩個毒蛇 兩個眼鏡蛇 他打檯面更重一點 對 因為其實像爆炸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用了 在現在的環境 在現在的環境 他可能是可能 你九號可以多抽一張 這樣子而已 對 但講真的 就是你掛了滿頭 對影響也不大 等一下 等一下怎麼 欸怎麼 彈笑街又演化出一個聖盾了 這樣不能玩了耶 然後再打下去 又又又一條 好殘忍 對 啊我的天氣都在砍怪 然後我一直掉下去 啊你的天氣一直射我的頭 對 啊這樣子 這樣是不是 這樣已經掛了 砍下去剩八滴嘛 檯面上是 五滴然後天氣 七 還有一回合 可是再一回合就是射箭 還不可能一回合蹦出十五滴啊 應該沒有下一回合 我看這一回合就帶走了 那一定是進來一張黃黃的牌 欸不是 但這張也蠻OK的 這張 沒有問題 這張肯定是可以的 不是你已經很 你已經很 你每一回合都跟得很緊 你還要賴皮 太慘了 對 結果是賊被關 你覺得賊是最不可能被關嗎 在這個對戰組裡面 賊在現在的環境也沒有那麼好被關啦 可是他前面 其實他被關 還有一個 也不是說被關 是說他在賊打賊的時候 運氣真的比較不好 第一個是 又後手 然後又沒有牌可以出 對 唯一是 唯一是那個點 然後 他在剛剛 我們看到 然後 打這個 很混合的 兩個並行的獵人 兩個並行的獵人 這是沒辦法打 人家是 通常我們常講 就是混合獵獵 你一開始換牌的時候 就決定好 你要野獸的路線 還是秘密法術的路線 對 他是那個 他是 走一走走一走 還切西瓜 切過去這一邊 然後再再切回來 又回來這樣子 睡醒萬變的 然後還跑病快